首先我要感谢CoseSource原住民 Hello 我是孙陈瑞珍 是加拿大人头税加速会的会长 我们的会员争取平反人头税 已经有30多年 我们是发起人 我们是受害人 我们不是向政府要钱 我们是要求政府 非法收取我们的父辈的人头税 退税给我们 同时感到高兴的是省政府 承认种族歧视的历史 肯正是拖了100多年 而得不到解决的错误的历史的事实 公正要公正公平的解决 但是我认为道歉是口头讲的 措辞再好也磨不去我们人头税的后人所受的痛苦 我认为道歉要有意义 要有加值 我们才可以接受 要彻底的解决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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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要什么税长 更不是要纳税人的钱 要讲公平公道 我们先被是真金白银 交了人头税500块钱 每一个人 这是不合理的做法 是非法的 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都有人移民加拿大 但是除了华人之外 其他国家的族人都不需要交税付钱 同时很多的欧洲渔民 他们的很有特殊的优待 政府安置他们 给他们田地耕中 他们的工钱 已比华人多了很多 大家想一想 这么多 这多么的不公平 我们的父辈在这里是坐牛坐马 但是必歧视 而我们的话 也得不到父爱 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精神上 生活上的痛苦 更是无法形容 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希望得到大家的同情 思想 如果没有我们先被华侨的苦难的奋斗 我们大家今天在加拿大 能有这样的地位吗 现在华人也有不少人当官了 当官的当然是为省政府办事 但是也请你们为民众办事 请你们不要忘记 人头税 不单是我们苦子受苦 是整个华域的耻肉 所以我们认为要道歉 要失忌 要平等 要公正 要有价值 撇开当时的五百块钱 可以买到两间屋 或者现在升值多少倍 不谈 我认为省政府 既然他们收了九百万人头税 就应该推回给我们 这九百万是省政府收的 这个钱应该推回给BC人头 BC加拿大人头税家属协会 怎么用由加拿大人头税家属会来决定 因为赋税人是我们的先辈 不是某个社团社区或者侨领 还是什么头面人物 不是他们赋税的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由他们决定 自从今年六月 徐介宾厅长公布要平 要平反以后 已有人先后写信 写信给省政府 省长 厅长 还有其他一些政党的领袖 同时我们也得到了 原住民 英域 日域 华人的新社区 一些华人的新社区的支持 在这里 我很感谢他们 但是那个 省政府跟那些议员 我们写的信 都没有回音 现在的 办这个会 所谓道歉的会 也没有跟我们联系 所以我们 让他们要赔回 收我们的人头税的钱 一百多年了 我们也没有算升职 也没有算利息 什么都不计 也只是象征性的 道歉是要有诚意 要有价值 要有实际 我们才可以接受 至于这个道歉的会议 怎么样 才能够解决 这是过去历史的错误 本来政府是应该 和我们商议的 应该征讯我们的意见 向谁道歉呢 应该是向我们受苦的 苦主后代道歉 不是向社团道歉 不是向某人道歉 但是我们写信 都没有回我们 他们做这个工作 我们是在 米多利那个会议之后 看了报纸才知道的 对于这个历史的错误 我们已经争取 平反人头税三十多年了 我们是苦主的家庭 政府应该是争取我们的意见 跟我们协商 而不是搞什么政治收 更不能以华社的名誉 多少个华社占成 这样来决定 把我们撇到一边 这是不对的 想用瞒天过海 用多少个社群这样的来 做法 那是欺骗群众 你们这样搞 好像太高明了吧 对于人头税的后代 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谢谢